這個跳脫字源裡面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要換行的話 常用到斜線N 你就要加一個斜線N 它就可以換行 它就可以等於是一個Enter 然後另外常用像是 加一個Tab 這個斜線T的話就是加一個Tab 可以讓有點你按下Tab 它會有一個叫定位點 如果在Word裡面有一個定位點 另外如果說你要輸出的是一個單引號的話 你不能加一個單引號 因為這個單引號的話 在程式裡面是單引號是有意義的 就是像那個Chart會用單引號 所以你如果要產生單引號的話 你變成你前面要加一個斜線 才可以增加一個單引號 那它雙引號也是一樣 因為雙引號是自串用的 所以你變成你要輸出雙引號的話 一定要是在這邊加一個斜線 那因為斜線部分你要輸出 因為斜線也被用就是註解符號的時候 所以這邊的話也是一樣 你要加一個這樣的斜線 才能夠讓你輸出這個斜線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範例 這個後面這個好像比較少用到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輸出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要輸出一個Menu 這個Menu的話各位 其實不一定要照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比如說你今天是一個什麼某某快餐店的一個Menu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輸出到那個Console 下面Console 我秀出來的話就要長得像這樣 比如說你可以套餐一二三 大概三四個也可以的 然後裡面的話哪些東西 你要讓它排列整齊的話 實際上呢 這中間的其實還有換行 你可以配合什麼 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要一個Menu的話 那前面開頭我就可以多大概四個這個Tab 然後讓它可以置中 然後再加一個斜線 這邊前面也四個一個Tab的符號 然後讓它輸出的話 可以用定位點去做排序 所以最後的話我想各位也可以利用這個部分呢 去把它輸出到那個我們的Console 那裡面的話我想各位這個套餐部分的話 可以製定不見得叫套餐一二三 你可以自己去想 麥當勞什麼什麼什麼餐飲也可以 然後裡面有哪些項目 大概做一下 了解一下有什麼叫跳脫之類 比較常用的是 像這個斜線T 或者像Enter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個地方有斜 剛剛有用到斜線N 那這邊因為我有一個Print 加一個LN的 所以呢 它基本上這個LN 基本上就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換行符號 所以你可以把它換成Print 然後如果要換行的話 你變成你要手動自己在這個後面 再加上一個斜線N 它才可以換行 所以這裡我想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跳脫之源的相關應用 畫面線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Class的話 你就新建一個叫做Menu的一個Class 然後大概讓它可以秀出來 在畫面上面 這一點點 在畫面上 感谢观看